他跳下来的时候是在露台上呢 那露台这间算不算凶宅 那各位那在中庭里面死的人 躺在那里这算不算凶宅 可是各位这个凶宅的话 整个房子好好的 他算不算瑕疵 我是跟法院在拍卖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凶宅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 有关于所谓凶宅的这个议题 凶宅这一件事情 虽然碰到的机会不是很多 但是他衍生的问题还蛮多的 像日本大概根据统计 有两万多间以上的凶宅 那如果说不幸买到凶宅 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像这样的一个问题 或是说我们如果房子出租给人家 我们的租客在我们的出租的房子里面 自杀或是产生凶杀 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到底我们这个情形应该要怎么样处理 或是在法院拍卖的时候买到凶宅 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看 这个乙当初他就跟法院去标了一个房子 标到以后他就把这个房子 就是找人来把它装修 又找了一个仲介饼来把它销售 那后来这个就把它卖掉了 大概就是四百万左右呢 在这个是比较早期 他把它卖掉四百万左右呢 就是由贾买到了 那么贾买到了以后 这个贾是要来当新房的 所以他买到了以后呢 就再适度的把它做一些装潢 然后呢买了一些我们的家具下去 那花了大概一百万左右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房子变成大概五百万的价值 那他搬进去住了以后呢 结果那个隔壁的人呢 就很好心的来问他说 哎呀请问你啊住的怎么样啊 结果呢他就说很好啊 结果他就说啊那个真的很好 那胡帝胡人居啦 好帝好人家 你待着平安就好 哎他怎么讲这样子呢 那就拜拜对面就跑掉了 就这样子 那么他们越想越奇怪 就去跑去问那一个对面的人 那个欧巴桑说 哎呀欧巴桑你怎么讲这样呢 结果那个欧巴桑说 没有啦没有啦 这个本来就没什么事情 你们住就好了 住住住的快乐就可以了 那各位结果他们就回去越想越不对 然后就准备了礼物呢 就再去跑跑去找对面的叮咚 问那个欧巴桑说 哎呀你为什么会讲这样呢 那个欧巴桑说 哎呀没有没有 我请问各位 我们心中有自己的秘密 我们会跟别人讲吗 这不一定 恐怕不太会 但是我们心中有别人的秘密呢 我们呢一定会跟别人讲的 所以他们讲说 他们本来要回去 然后欧巴桑说 哎呀来你稍等来一会儿 你既然那么有诚意 我就告诉你真相好了 哎你们买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以前有人跳楼自杀呢 哇各位很多的事情 你是知道真相好 还是不知道真相好 有时候你住的平平安安的就好了 可是你一听到这样的一个真相了以后 你所有的事情通通不对了 像天气这么热 如果住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天气这么热 没有吹冷气也是震震凉风 对 连家里那个狗碎碎都会画斗 你就觉得说什么都有问题 所以有时候是卑躬择影 那如果你是信基督教信那个的 他不太理这件事情的 他也没什么差别 所以各位呢 他现在什么都不对了 因此这个假呢 他就呢 到法院来告这个乙卖方 那么也告这个丙仲介 他告是这样告说 你乙他要解除契约 那告这个仲介就是说 解除契约以后 你要损害赔偿赔我 对 这个损害赔偿就是说 我花了四百万跟你买 另外我的装潢花了一百万 另外我的贷款缴了一年多 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赔我 如果卖方不能赔的时候呢 这个仲介呢 应该要赔 所以各位 这个叫做不真正的年贷债务 那么他来告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当时呢 我们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呢 因为我对这个方面比较有经验 我就先去调查说呢 他是原来房子的父亲呢 在这个房子里面死掉 那么我去看看说 当初呢 这个部分他们有没有保险 结果我就发现说 他们有买保险 那各位 这个保险呢 除了受险之外呢 他有没有买所谓的意外险 各位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这个原因呢 是来自于意外 各位 意外必须是外在的原因所导致的 如果你是内在的原因所导致的 或是是自杀 这个不算是意外 所以各位呢 我们如果说呢 因为蜘蛛网磨下出血 就是中风出血 然后在浴室里面跌倒死掉 那我们很多人就会说 这是意外在浴室里面往生 可是各位呢 我们如果去解剖他的时候 我们会说 不是啊 是你内在的原因 才是死亡的原因 这时候就不能够请意外险 所以我就去查了他们的保险 结果他们保险 竟然有请到意外险 那各位呢 保险公司就会 就一定会去看啊 当初是怎么样一个情形 那么他们当初就是说 这个房间的时候呢 有面对这个外面中庭的 这个房间 这是大楼 他他里面有这个房间 他底下又打地板 地板了以后 又铺了这个床垫 蛮厚的 所以他离这个窗子呢 就很近 而这个窗子外面呢 就是有这个 有一些铝条 装饰用的这个铝条 所以他们是说 这一个人呢 因为在那个地方 站在这个床上探了 他往外探视时候有声音 结果呢不小心因为 重心不稳而摔到中庭下去了 那各位这个就牵涉到 这个什么时候是 是凶宅 各位那么这一间呢 他摔出去的 如果他是自杀 跳出去的 这一间是凶宅 那各位呢 那在中庭里面 死的人躺在那里 这算不算凶宅 那这样全洞都凶宅 那各位如果他呢 非常不幸他掉下 他跳下来的时候 是在露台上呢 那露台这一间算不算凶宅 所以各位这个东西的话呢 这是会产生到凶宅的一个认定 那所以各位呢 那如果你说我们在仲介的时候 我们做仲介的人要永远乐观呢 你跟他讲说 他说哎呀你我 我给你买的房子 有人跳出去 他说哎呀没关系没关系 这是跳出去又不是跳进来 所以这一间不算凶宅 各位我们仲介永远有话讲 是乐观 那各位呢 那吊在露台上这一间算不算凶宅 或许他那一间比较难看 所以这种问题的话呢 我们通常凶宅的认定 会在起因的地方 而我们不会是认定中庭也是 那各位如果他跳出去的时候 是一片空地 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土地是凶地吧 那那个地方有跳死人 那么他盖起来的房子也叫凶宅 那这个无限上缸了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我们看哪一个地方是比较渊的地方 所以各位是跳出去的地方比较渊气重 还是露台的那一间比较渊气重 所以这个地方的认定呢 我们会限缩 那各位呢 这个凶宅要是什么样 我们在在这个不动场物况说明书里面 我们的内政部是讲说呢 有凶杀自杀非自然死亡的部分 所以在家里面烧炭这个算 在这里面自杀凶杀这个算 可是各位呢 如果在家里服药过多安眠药死掉呢 或是吸毒往生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不能说是他是凶宅 那各位呢 快要断气了 送回来家里 再断气呢 这也不能算是凶宅嘛 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在凶宅的认定上呢 法院是采取比较保守的看法 他不会无限上纲 所以各位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 那么他就来告啦 告说呢 你呢 他怎么住都不对 所以他要解约 然后加上呢 损害赔偿 这样子的部分 那么各位呢 这时候我呢 就到现场去看 要去履刊啦 所以各位我们很多的法官呢 在办案的时候都不到现场去履刊 各位啊有时候到现场去履刊的时候 是人到了心没有到 所以各位呢 我们当法官的人呢 要明察秋毫 所以呢 要在这种地方的时候呢 我到了现场去看了以后 我就到这个房间这边 我就一直在往外看 结果呢 我就一直往外看 结果我的司机官很紧张说 法官啊 你要小心啊 你再不小心 这搞不好真的就是第二次凶宅 所以我跟他讲说 好好好 你们把我后面的这个裤子拉着 各位为什么呢 我在这里看到了有一点疑问了 因为他这个铝条 各位那个这个铝条是这样子的 那各位呢 这个这个铝条是这样 那我发现啊 在这个铝条上来的第二个 还有在上面大概一个角 以上一下的这个铝条的这个位置呢 他发现那个铝条稍微有凹下去的 那里这种情况 那各位这个铝条 这个铝片这个铝条是在外面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情况呢 所以我就很想去搓这个铝条 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叫他们把我拉着 然后呢 我就这样一直蹲蹲蹲 就要弯下腰去 他们就要把我抓住 然后我就找那个 看有没有棍子啊 用这样子戳 各位结果被我发现说 这个铝条确实是有凹下去 那各位呢 这个东西就是有人站上这个铝条呢 在往下跳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力撕压下去 其他的铝条就是铝板呢 是好好的 所以我心里大概就有底了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外力的东西呢 站在那个铝条上面往下跳出去 所以这一间应该是凶宅 所以各位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当这个事实被查出来 所以事实是法律之母 所以我们在法院呢 事实的真相 其实有时候蛮重要 尤其是刑事案件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么其实在民事案件的话 往往就是事实的真相 没有办法浮现 那事实的真相出现了以后 我们就要去适用法律了 那各位呢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一种凶宅算不算瑕疵 各位瑕疵有物理上的瑕疵 也有心理上或经济上的瑕疵 各位这个物理上的瑕疵 就是有漏水啦 拼蚌啦 或是说呢 我们的绿理子过多啦等等 或是辐射污啦等等 这样子 有什么缺陷的这个部分 那是物理上的瑕疵 可是各位呢 这个凶宅的话 整个房子好好的 他算不算瑕疵 所以我们在法律的解释上说 这个就属于经济上 心理上的瑕疵 是经济上价值的贬损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会看到说是瑕疵 那各位当一个物有瑕疵的时候呢 我们是怎么来处理 各位第一个 我们能够修补的话 我们就去修补它 第二个不能修补我们就减价 第三个不能减价的话 我们就解除契约啦 第四个就是损害赔偿啦 那么如果是种类自在的话 就是更换 那么各位第五个呢 如果说呢 我们意思表示有错误 有被诈欺 那个是撤销的问题 那么如果在瑕疵里面 大概就是不是修补 就减价 就是解除 就是损害赔偿 那请问各位呢 像这种凶宅能修补吗 叫人家来扬扬 或许就能够修补 很难 所以各位就会陷入减价 跟解约的这个情形 那所以呢各位 这时候法官呢 他就会要去思考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实务上呢 大部分的法官是同意解约的 可是各位呢 你要想哦 这个东西解约了以后 那其实各位 他从他住有一年多 然后再打官司打了两三年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发生 应该跟他相处的蛮好的 其实或许减价也是一件 可以去思考的事情 各位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 他的钱能不能还给你 契约解除了以后 这个卖方他能不能有钱还给你 另外这个装潢 他这些设备 你能不能拆掉折旧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贷款能不能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我们法律上是不鼓励解约 而鼓励减价的 所以各位呢 我们在法律的实务上 要解除契约 要达到不解约 显示公平的状态 所以这个在法律的适用上 我们的法律是鼓励成立合约 不鼓励解除契约的 所以民法的360条的这个地方呢 他说要解除契约 必须达到非解除契约呢 显示公平的状况 那么或是故意不告之瑕疵的部分 那各位呢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这个乙啊 他是讲说 我是跟法院拍卖的 我也不知道 他是凶宅 他有没有瑕疵 各位呢 这牵涉到瑕疵呢 是这样子 各位 这一种法院拍卖 他不知道是凶宅的这一件事情 我们各位呢 在瑕疵担保的这个法律里面 瑕疵这一件事情的话呢 我们叫做无过失责任 就是不需要你知不知道 不需要你有没有过失 纵使你不知道 他是无过失责任的 只要你卖出来再买卖法 卖出来的东西有瑕疵 你就要负责 就像我们呢 去买一颗西瓜 结果买回来的话 西瓜不甜 那么像萝卜一样 那么各位呢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拿去 卖西瓜的 请他呢 跟我们换一颗 卖西瓜的也不可以说呢 我怎么知道西瓜不甜 所以各位呢 像这样子的情形 只要你卖出来的东西呢 你就应该要负瑕疵担保责任 所以各位呢 这个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他要走瑕疵 就是无过失责任 各位他如果走债务不履行 不完全几户 损害赔偿的这个部分 他要变成是有过失 要有主观的部分才可以 但是各位呢 我们现在德国法跟日本法 已经把这个瑕疵担保责任 把它并入债务不履行的情形 如果说呢 不可规则于债务人的情形 他们也变成说 债务不履行也可以减价 所以各位呢 他就不再适用瑕疵的这个规定 他把两个人并在一起 那各位呢 现在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法律上呢 基本上常常就会 法官碰到凶宅的时候 常常在买卖的时候呢 他说呢 己所不欲呢 勿施于人 你既然不愿意跟这个 他就问他嘛 不然你跟鞠子大 到底有鞠子没鞠也不知道 那你自己不愿意 怎么会叫买方 愿意去接受呢 所以各位呢 在这种情形底下呢 我们实际上经常是判解约 但是也有呢 我也是判过呢 就是减价的一个部分 那当时我认为说 这个案子如果解约的时候呢 双方的法律变动太大了 所以我当初呢 就是判减价 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说 买到凶宅呢 如果是法拍 拍到凶宅 可以退货吗 可不可以请求法院撤销 法拍 把钱还给债务人 但是我们台湾呢 因为很怕拍卖去付国家赔偿责任 所以我们向来都把它解释为是 司法的行为 那各位既然是司法的买卖 那为何你划拍 又不付瑕疵担保责任呢 所以这个在解释上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租客 让我们的房子变成凶宅 请问 出租人可不可以像成租人的家人 说呢 你侵害我的权利 应该要继承这个损害赔偿求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